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4年1月11日第1109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中银香港股价创三年新低 在我们节目未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 就给个like我这个频道 分享我这条影片 以及订阅我这个频道 都是对我以后的发展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在这里多谢各位的帮忙 我们看看一月份的情况 你看到这里全部都是红档档的 我们经常说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天可以升市 终于今天理想达到了 因为今天的恒生指数 全天升了204点 报16302点 成交金额比过去那几天都要好 有937亿 说很难得的一天是可以升二百几点的 不过还能捱不捱得住呢 那就很难说了 为什么我说很难说呢 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 就是这个1月13日 就是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了 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话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期望 美国有美国的期望 台湾人有台湾人的期望 那么最重要呢 都要看中国了 如果中国不开心的话 那就会令到大家都不开心了 所以现在呢 照个形势来看的话呢 中国想开大 但是开小的机会呢 很可能呢 就会是高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过了这个1月13日之后 下个星期一回来 星期一、星期二呢 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了 因为中国那边呢 应该很快就会作出一个反应的了 只要那个选举结果一出来 是不合他心意的话呢 那到时呢 就会麻烦多多的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呢 这个台湾的股市啦 日本的股市呢 现在都不断创新高呢 可能是先升定的 因为迟些我们不知道 台海会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出现的 那到时呢 也不知道会跌到多严重的 那你说我们香港 可不可以独善其身 那当然不行啦 不过 现在的日股升得这么厉害呢 真的又要赞一赞这个 股神巴菲特 如果他不是那么老的话呢 以后呢 真的听他说呢 跟着他来银食呢 应该发达机会呢 是很大的 那你见到日经平均指数呢 都是不断上升啦 而且台海也是的 鬼咩 这一排那些科技股啊 芯片股啊 都不断上升 所以呢 他们的日子就好过啦 是我们香港这一边 这么凄凉的而已嘛 我们在对上那一集 第一千一百零八集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的港股呢 将会受到台湾这个大选的影响 那么其实这一条片拍了出来之后呢 很可能呢 那些人都不是很特别注意的 其实你要知道呢 因为中国想台湾怎样呢 台湾做不到他的预期呢 是会令到中国会发疯的 所以会令到台海怎样震动呢 我们都不知道的 那么尤其呢 最近的说法呢 就是中方那边强调啦 台湾的问题上呢 是绝不会丝毫地妥协让步的 那么要求呢 美国那边呢 就不要再搞搞震了 不要再卖武器给台湾啦 尤其呢 是要反对这个台独啦 那么这个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啦 那么两天前呢 他就公开讲话的时候 就批评啦 他说台独呢 根本从台海的和平呢 是水火不容的 就是说你够胆讲台独的话呢 就一定有仗打 这么说 那么似乎呢 如果说起来的话呢 对台独的分子呢 是没有妥协的余地 那么现在 根据报纸所说 那个势头呢 就是在这个 莱清德那边的 那么你就知道啦 莱清德一向都是跟着 现在的台湾总统 那个路线去走的啦 那么如果这样走的话呢 中国一定不高兴的 不过呢 你说你不高兴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有两只股票呢 一只好一只坏 大家听着啦 台资电 小心点 因为台海问题嘛 另外就是这个 洛权马丁啦 如果台海有什么东瓜豆腐 打起上来的话呢 那便飙轻了 他这个股价 但是 台湾现在这个局势呢 其实是影响在 影响在全世界的 不过呢 那最近呢 美股呢 升得特别好呢 我觉得很奇怪的 你看到三大指数呢 依然都仍在高位 徘徊呢 是死都不肯跌下来的 这样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真的有点担心 但是见它又不断上升的话 那没理由不开心的啦 自己都买了美股 是不是呢 那苹果呢 这一家公司 现在看它吃饭吃饭呢 就是看它现在最新出的那个 Vision Pro呢 在这个今个月的 好像19号 就会开始接受预订的啦 那如果这一次的预订呢 是空前的成功的话呢 那这家公司股价呢 又可以飙升上去 但是如果反应不好的话呢 那可能踩多一脚下来 那其实没所谓的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呢 那个市值呢 都非常之高的 不过还有一只呢 更加喜出望望的呢 就是经常都躲在后面 不是很出声的 Microsoft 就是我经常都说 我自己持有这一家公司的股票的啦 那它呢 这几天呢都发神威啊 不断地向上升 其实现在苹果和这个Microsoft呢 两家公司的市值呢 都是二万八千多亿 很近很近的 只要这个苹果跌一点点 然后这个Microsoft升一点点的话呢 那两家公司的第一第二名呢 就是第一大和第二大市值的位置呢 就可以互相调转的啦 那我当然当然很希望见到这个Microsoft 可以上回到四百元啦 那你会问 既然你看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之前有没有推介它呢 那因为呢 它的股价呢 真的升得太紧要 如果要吃大茶饭 要买好的股 即是说有潜力可以向上升的话 那当然不买它啦 因为买它 怕它股价跌下来 那到时便害到大家便不好啦 不过不要紧 大家儘管看着它 希望它可以升到四百元的话呢 那就皆大欢喜啦 美国那边呢 就令到人家很开心啦 但是我们香港这边呢 就令人家很伤心啦 那这一张图呢 就是中银香港二三八八 昨天的图来的 那昨天呢 他呢 最低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是创了三年的新低 而且股价是跌穿了二十元 我都很少 平时都很少留意这一只的了 那现在看到呢 哇 连二十元都守不住啊 只有十九个七 那我就觉得哎呀 那这间公司都好像挺凄凉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市场上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出现啊 而且他的业绩又符合预期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跌呢 那今天呢 因为大市上升嘛 所以他都跟着上升的 所以呢 他升回多些少 但是真的不是很多啊 好像真的没什么力上 现在今天的最后收市价呢 就是十九个八毫四啦 那其实如果说市盈率来说的话 只有大概七点七倍左右啊 那而且那个股息的收益率呢 也都有六点八个百分钟 其实不差的啊 怎么看横看 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存在的啊 而且每股的资产净值呢 是高达二十八元 那现在只有十九个多 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样样看下去呢 他都是符合一个投资的条件啊 我相信香港呢 有很多人呢 除了买汇丰啊 恒生啊 渣打那些呢 中银香港呢 都是其中一只呢 是很多人拿着的 因为都是贪他够稳固嘛 那但是他股价这样跌 都不是办法的啊 那所以今天呢 就拿出来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他的股价会跌到 三年的新低呢 是不是真的 那个情况 是不是差得那么紧要呢 那这里呢 还有一张图呢 就是给大家看看 由2023年初的时候 跌到来现在 因为现在是2024年 刚才开始嘛 所以呢 没什么看头 所以我们只能够 回到2023年而已 那么当时来说呢 全年呢 最高位就是在年初啦 跟着你见他股价 一直跌下来 好像真的没有停过啊 那为什么会跌得那么厉害呢 其实呢 我计过条数啦 由高位跌下来 现在就是我看到的就是19.9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间啦 那其实呢 他那个2388的跌幅呢 是有成29.3% 就是说由高位 2023年的高位 但是呢 如果说恒生指数呢 由高位同一段时间呢 只是跌了大概是接近28% 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个中银香港呢 他的跌幅呢 是远高于这个恒生指数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大家不妨想一想啦 另外呢 我想知道就是 到底市场上 有没有什么坏的消息呢 我又见不到有啊 唯一的消息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坏的消息 只不过就是 你都知道 基管稿要发行过50亿的债券 那中银香港呢 他有份的 他有份包销 一起做一些批评的 那如果在中银那里认购的话呢 还有个好消息给客户呢 听说相关的费用呢 是全面的 所以他可能白做咯 都应该是不会的 基管局应该是给他回钱的 只不过客户这边呢 所有的费用都可以免费的 那大家不妨呢 有时间去走一走 看看这个基管局的50亿元的债券呢 有成回报了4.25% 博不博得过啦 如果博得过的话呢 就会尽快去搞定一些手续啦 通常呢 一间公司的股价跌呢 我肯定要看回他这个盈利的表现 因为盈利的表现是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表现的嘛 那看回这个中银香港呢 如果你看回过去那五年 那个盈利的状况呢 其实又不是差啊 你看看最痛苦的时间就是2021年了 当时全年就赚到229亿 但是去到2022年尾的时候呢 就已经升到上了270亿了 那换句话来说 有增长的 没理由有问题的 看上去都不觉得似是有问题啦 是不是呢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不如看看半年的时段 那为什么叫半年的时段呢 这里夸着那个呢 就是这个2022年的全年 以及2022年的半年 上半年 其实如果你看回下面那幅图呢 就是上半年呢 其实中银香港呢 就赚到126亿了 全年呢 就赚到270亿了 换句话来说呢 下半年的盈利呢 还会比上半年的盈利呢 是会高一点的 那如果这样去推断的话呢 那我们看回2023年的上半年啦 2023年的上半年呢 喂 好帅啊 赚到接近170亿元 而且呢 那个增长率呢 是高达34%以上的哦 那么 上半年都做得这么好了 如果好像传统上 下半年还会比上半年好的话 喂 今年应该成三百多亿才对的哦 如果有三百多亿的话 那就是陆陆续续在这个疫情之后 恢复回那个盈利的增长咯 那理论上应该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那加上呢 其实它那个股息方面呢 前那五年呢 那 譬如2021年比较差一点啦 所以股息就低了下来啦 跟着呢 2022年呢 已经的股息慢慢升上去 今年的上半年 因为业绩好 所以令到那个股息呢 都是比之前多的 就是比上一年的上半年都要多的 如果下半年所有东西都合乎了预期的话 全年有增长 有得升的话 理论上股息都会再上升的哦 股息再上升的话 理论上对这间公司的帮助应该很大的哦 为什么这个股价又会跌得这么凄凉呢 这一件事呢 真是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的 所以呢 我们在一会儿再想一想 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 影响到这个中银香港的股价的表现 既然呢 见到这个中银香港的盈利状况 或者一个营业状况 都没什么大问题的话 那当然是看它的资产方面啦 那么资产方面呢 我们当然当然是看最新的 就是2023年的6月底为止 这些这样的数据呢 看有什么启示给我们 那么首先第一个要看的呢 我通常都喜欢看存款的 因为存款呢 就是知道有多少客户呢 是把钱放在中银香港那里生息的 那么在这里呢 你见到呢 都不少的 大概呢 是有二万四千几亿的 那但是二万四千几亿里面呢 当中有多少钱是可以放贷出去呢 那这里呢 你可以见到另一个数呢 就是这个中银香港呢 将这一笔存款呢 某部分呢 就拿去放贷了 那放借贷出去的话呢 就大概一万七千几亿啦 那你见到这条数呢 咦 好像放贷方面呢 这个数量呢 就不是很进取啊 咦 你又看得对啊 因为呢 如果你看回云的话呢 其实呢 在存款里面 大概是不够七成的金银呢 是拿出去放贷的 那另外还有三成呢 都依然继续放在公司 或者银行里面的 那够不够进取呢 那这一样东西呢 就见仁见智啦 现在他就说那个息差呢 就扩阔了嘛 那但是扩阔了而已 人家存款在里 你又要给人家利息 那你贷款出去 你都要收回一些利息 那当然 贷款的利息 当然要高过存款的利息 那才有个息差 才有得赚的嘛 但是够不够赚呢 那这样东西呢 就要迟些 等他们有公布这个全年的业绩 才知道啦 不过如果我和其他的公司 就是其他的银行比较啦 香港另外的四大银行 譬如像汇丰那样 其实汇丰银行的贷款比率 都不是很高的啊 他只有65点多 是唯一是低于中银行的 不过恒生啊 这个东啊 和这个渣打呢 其实他们都比较进取一些的 他们收回的存款呢 有7成4 至到8成4的金钱 都是拿去贷款 那当然了 赚到尽是最好的嘛 是不是 趁现在的息差 可以是距离比较远些的话 那放太多些的话 当然当然可以做好些 或者盈利会好些啦 不过同样也有风险在这里 就是最怕的是什么 借了钱出去的钱呢 是收不回来 变成坏账 是这样呢 就会令到公司损失很严重啦 但是暂时来说 在中银香港这里 看不到 起码上半年的业绩 看不到他这个情况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 会不会是下半年 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说坏消息 完全是下半年出现 所以就令到这间公司的股价 就是一跌不起 会不会是这样呢 还有一件事 中银香港呢 从这个中银银行呢 这个叫什么 中国银行呢 是姐妹公司来的嘛 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女儿来的嘛 所以呢 内地那边的贷款 和这个中银香港 又有没有很大关系呢 你会说 不是的 中银香港只是做 香港这边的生意 很少接触内地那边的 不会的啊 你看恒生啊 这个东啊 看他阴点阴点 原来他都借了很多钱 上去给大陆的啊 换句话来说 这个中银香港有机会呢 某程度上 都是和内地的贷款有关系的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影响啦 第二个影响呢 就是我好像之前呢 就和这个 汇丰银行那些的 客户经理聊天的时候呢 就听到呢 就说他自己都承认 香港的经济呢 不行啦 因为现在的借贷方面呢 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生意都流失了很多 那如果同样是这样的话 汇丰恒生都有这个情况 那么中银香港 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他一样呢 都可能会受到 香港经济差 所影响的 但是会差成什么呢 那 刚才我们看到他 上半年不是说 赚得很多的呢 如果下半年 是没有上半年那么高的话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问题啦 所以呢 我们更加要密切注意呢 他即将要公布的 全年2023年的业绩呢 才可以知道什么问题的 不过有一样东西呢 大家都挺可以肯定的啦 就是这个中银香港的股价的走势呢 不只是看2023年啊 是再看长一点 再前一点的时间呢 你看到他的股价都是由高位不断地跌下来 其实这个情况呢 和东亚银行 恒生银行的走势呢 是非常之类似的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类似做的生意呢 都是focus太多在内地所造成这个困扰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一句说完 如果下半年的业绩比上半年的业绩差的话呢 但是仍然有增长 那就叫做过倒骨啦 但如果是倒退的话呢 那就证明这一间公司呢 很可能下半年呢 那个情况呢 是严重得很紧要 就是说衰退得非常之紧要 所以他的股价就这么低了 但是如果你问我 现在值不值得他 投资在这间公司身上 喂 他都跌到三年的新低了 连20元都保不住 回到很多年前的境界 如果你觉得这个中银香港在香港扎根的话 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而且阿爷呢 怎么都会顶住他的 还有 其实香港如果金融上有什么活动 有好东西的话 肯定是先利用中银香港 怎会利用汇丰 恒生 所以理论上呢 他应该是被人疼的 所以不应该说太危险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这间公司的股价的进度 和这个股息的回报率 如果觉得对的 那就试下买多少来存一下 反正现在的势头 你都知道 都没什么哪个地方安全的了 如果香港 都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真是不知哪里可以投资了 所以大家看着这间公司了 好了 这一集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段影片 感激感激